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强调中国为捍卫世界和平担当盡责 并反对干涉内政以及单边制裁等的行为 中共百年党庆在职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 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活动 他致辞时引述中共已故领导人毛泽东 说发展中国家将中国抬入联合国 说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与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 中国在联合国这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 王毅又展述中国对联合国机制的贡献 强调中方反对干涉内政、单边制裁等行为 五十年来中国站在公礼一边 坚持主权平等 反对干涉内政、反对霸权、强权 中国站在正义一边 坚持客观公道、反对地缘争夺、反对拉帮洁派 中国站在和平一边 坚持政治解决、反对使用武力、反对单边制裁 王毅说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轮任主席国 同各成员国推动呼吁各方遵守停火 向巴勒斯坦提供人导援助 在两国方案基础上 尽早全面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又说中国为捍卫世界和平担当进责 而千四百多个中国违和人员正在全球执行任务 中国违和待命部队八千人 常被违和警队三百人也整装待发 王毅说国际格局正是经历百年未有的深刻演变 各国避免分裂、开展合作的正确答案只有一个 就是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维护以联合国献将终止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无线电视记者马卫生报道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